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,TVBS美食节目时尚玩家因受新系女兵日记影响,被迫让初时段延后一小时播出,不但让忠实观众不满,主持群更因此集体告假。 5年前曾主持过该节目的151连彦君,昨天吴玉瑾在脸书宣布正式回归团队了,却反遭网友孙氏去收烂摊子,但他也展现高,立刻反枪回去,连彦君4日在脸书晒出一头亮橘色短发美照,开心写下,今天是我重回时尚玩家的第一天,开张大局。 消息曝光让粉丝超兴奋,他也透露接下来一样是主持就要降完单元,下一个外景地点可能是香港,但搭档对象尚不明确。 不过,受到之前节目时段变动所引发的大风波,有网友不客气在底下留言,时尚玩家已经倒闭,151去收烂摊子,连彦君也不甘示弱,霸气回应对方。 锦上添花我能力不到,但雪中送炭是一定要的,获得不少好评。 连彦君宣布加入时尚玩家的就要降完单元。 翻射自脸书,连彦君外形娇小可爱,加上活泼个性,受到不少粉丝喜爱。 翻射自脸书。